大家好我是秋田 今天要介紹的是大家喜歡的傑依 曾經代言的Tokey生產公司 大家去大阪一定會到道頓窟來看這個舉起雙手奔跑到終點的人 那你知道他從什麼時候就開始跑嗎 在漫長的奔跑旅程上這個男人又有什麼變化呢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大阪奔跑男吧 這個跑馬拉松的男生是Galigo公司的商標 當初為什麼會設計這個商標呢 其實是Galigo的創始人江祺立一 在思考怎麼設計商標的時候看到操場的小孩子在跑步 奔跑的孩子突然高興的舉起雙手 原來他已經抵達終點了 這時候創始人認為人人都想要健康的身體 而健康就是建立在運動上面 他馬上就畫了一個抵達終點的人給其他人看 反應也都不錯 所以就決定用抵達終點的人來當作商標 在1921年出了第一款零食Galigo焦糖糖果 合資上就使用奔跑到終點的奔跑者圖案 而且想了一句標語一粒三百米 意思是吃一顆可以讓你補充保三百米所需要的能量 1922年成功在大阪的三月白貨販賣 創辦人說 一個好的產品在頂尖的通路販售 別人才會認為你是一流的產品ですね 這個道理到現在還適用 一個好的產品你一定可以在超商啊 量販店或是白貨公司可以找到 到了1927年 Galigo開始將玩具放入零食中 創辦人說 我認為小孩子就是應該快樂的玩耍和吃東西 所以將玩具和零食結合成一個產品販售 一定可以給孩子們帶來更多的快樂ですね 食玩就從此誕生 1931年 Galigo公司在各個百貨公司 放置了會播放電影的自動販賣機 上面有個螢幕會播放電影 下面有個口會調出零食 但買零食的過程也多了一點趣味性 到了1935年終於照了道頓庫知名地標 Galigo的廣告看板 高33公尺的超大霓虹燈看板 直接爆紅讓他成為地標之一 但是到了194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非常缺鐵製作武器 所以把試鐵的東西全部拆去用 初代廣告看板就這樣被拆掉了 而且製作糖果的工廠也都在戰爭被摧毀 直到戰後1951年才開始重建工廠 準備東山再起 1955年建造了第二代廣告看板 外圍是炮彈形狀的霓虹燈 中間依然是一個男生繼續奔跑 跟第一代不同的是這隻奔跑者 幾乎佔了整個版面 更凸顯的廣告特色 下方還有一個小舞台 可以看到鱷魚哥在一間表演鋼琴 或其他表演 1963年出現的第三代廣告看板 可以說是最漂亮的一代 因為這個看板竟然可以噴水 從中心的150根噴槍噴出12噸的水 在四百盞燈的照耀下 形成漂亮的霓虹色彩 你可能會想噴出12噸的水 也太浪費了吧 放心噴出去的水 會再抽回水箱 可以繼續的重複使用 1972年最經典的廣告看板誕生 簡單明亮的配色加上地上的跑道 更凸顯奔跑男自由奔跑的感覺 直到1996年席燈 而且在隔天就拆除廣告看板 兩年後1998年7月第五代看板重新點亮 這次的設計除了原本的奔跑男和跑道之外 後面還新增了大阪的四個地標 從左到右是大白城 海油管 大阪巨蛋 和通天閣 讓廣告看板更有大阪的感覺 而且從跑道的方向看來 奔跑男是從大阪巨蛋跑到你的面前 讓你感覺到他活力十足的樣貌 而且燈光還會因為時間不同而改變 讓廣告看起來不那麼單調 最後到了2014年 換上了最新型的LED廣告看板 從原本不會動的角色 而改為利用影片播放奔跑者的跑步過程 之前還有從嬰兒開始跑 跑到成為達人的特別影片 除了奔跑者以外 也可以播放其他臨時的介紹影片 讓廣告變得更多元 在1923年的時候有女生反映這個奔跑者的臉 長得很恐怖 讓江琪決定要再重新繪製奔跑者的臉 找了很多人的笑臉來當模型 做了很多次奔跑者的修改 這是1921年最初的奔跑者 有著女生覺得可怕的臉型 1928年改的奔跑者變成這樣 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笑得我心裡都發寒啊 直到1966年終於打改了笑容的部分 變成這樣 看起來終於有點正常了 後來在奔跑者後面加上健康好吃的文字一直用到現在 讓奔跑者成為深受歡迎的商標 今天的大阪奔跑男人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有想要知道的地方歷史可以在下面留言 想要看更多你不知道的地方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秋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